南拳北腿 蝎子白尾 胡明轩一个后腿 飞踢赵继维脸 辽宁全队几乎毫无波澜 杨明赛前已经训练过球员抗击打能力 就是为了广东队 无论使出什么兴师武功 都经不起辽宁一丝波澜 杨明的策略是 吃迷剑每几多年 强体能担十万山 两扶昆仑修铁腿 三千明月铸钢尖 奈何你铁腿练得如何厉害 我辽兰铁布山都能扛 昨天广东队针对辽宁队 三个重点人 就是赵继伟 莫兰德 燕首齐 莫兰德性格暴躁 面对徐星高度 虽然打得不顺 但是一直很冷静 而赵继伟也被广东队轮番贴身防守 也只送出两个失误 燕首齐只要进攻给压力 几乎就是失误 广东队就从这三个点做文章 半场给辽宁队很大压力 但是辽宁队就是不报 心态也是稳了如止水一般 结果广东队先绷不住了 第三节内外线溃败 赵继伟依然稳如老狗 胡明轩反击被继伟精准抢断 结果胡明轩脸挂不住 抢断后蝎子摆尾折了赵继伟的脸 赵继伟什么都没说 杨明认为我们实力占优 只要自己不乱 最后的胜利都属于我们 辽宁队成熟的心态让肚峰崩溃 毫无破绽牢牢抓住制胜点 正可谓 顾不为引稳向前 筹谋算计在心间 风雨难阻争成路 胜算在我吃更坚